1957年4月 吴文俊坐上了飞往东欧的航班 在波兰进行学术访问时 他突然接到一封信 写信的是他法国留学时的导师 他希望能与吴文俊见上一面 并计划安排他来法国讲学 很快 吴文俊就接到了 巴黎大学科学系的邀请函 那年年底 他回到了阔别六年的巴黎 这是吴文俊到法国巴黎后拍摄的照片 他在法国的学术访问大受欢迎 原定两个月的访问时间很快就到了 但还有一些大学想邀请他去讲学 为此12名法国知名教授 联名给中国科学院院长写了一封信 他们请求中国科学院延长吴文俊在法国的访问时间 就连即将在英国爱丁堡召开的世界数学大会 也邀请了他 吴文俊将作为主要嘉宾做分组报告 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 但中国科学院没有同意他们的请求 因为国内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1958年6月16日 吴文俊结束访问回国 等待他的却是一个坏消息 他所从事的拓泼学研究被意外叫停了 数学不能特立于这个现实世界 用当时的话叫做理论要联系实际 你不能特立实际 不能为数学而数学 之前吴文俊一直专心于纯数学研究 不太考虑现实应用 研究专业一下子被取消 让人措手不及 吴文俊陷入了迷茫 这是吴文俊晚年的一份手稿 里面提到了这件事 1958年回国后陷入低潮 如何摆脱被动局面 寻求新的方向 1958年为了解决人才问题 中国科学院创发了一所新大学 中国科技大学 专业设置主要是基础学科和当时的一些尖端科学 中科院数学所的高级研究人员被安排参与到中国科技大学的教学工作 吴文俊因此来到了中国科技大学 当时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教学设置很特殊 每届学生的教学由一位导师从头到尾负责 包括开设课程 确定授课人员等 简称一条龙教学 第一届学生由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负责 因为教法叫做一条龙 所以他负责的这一届就叫做画龙 吴文俊负责第三届的学生 也就有了吴龙的说法 这是吴文俊当年编写的微积分讲义 也就是在教学过程中 他开始了代数几何的研究 并很快有了成果 他就想着我们能不能开创一套自己的方法 那么这套方法可以是披荆斩击 非常困难 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做这个 后来证明他做的这些东西 还是非常重要的 1965年 他的论文手稿在数学进展上发表 反响很大 日后吴文俊对自己的这一成果 进行了这样的评价 代数几何 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新工具 新方法 甚至新动力 新方向 正当工作慢慢走上正轨时 一场更大的风暴来临 那段特殊时期 吴文俊无书可读 也无数学可研究 在那样的氛围中 他没有气馁 而是一直在思考着如何走出困境 寻找到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也就是那个时候 吴文俊接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件 给吴文俊写信的是他的老师 已经是国际著名数学大师的陈醒生 时间是1971年 陈醒生在信中写道 我来加州已十一年 虽年近六十 精神如旧 工作仍能继续 盼见面之期 能不远也 他还随性给吴文俊寄来了一些 拓扑学最新的研究资料 但多年不研究拓扑学 吴文俊已略感生疏 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缓解 1972年9月 美国的一个学术代表团来中国访问 其中就有陈醒生 一到北京 他就迫不及待地去见他的学生吴文俊 虽然时间过去了五十年 但吴文俊的女儿还清晰地记得 当年见面的情景 这张是到我们家来吃饭 那时候家里也很简陋 但是他们也愿意到家里来 右边这个人是Griffith Griffith也是陈先生的一个得意弟子 这是我们家里人 这次见面 陈醒生讲了许多国际上数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这让吴文俊感到震惊 他感觉到了中国数学水平 在多年摇摆和停顿中 与国际拉开的巨大差距 那时国家的科研力量 集中在一些重大的项目上 其他科研工作几乎处于停顿状态 同时要求科研工作 要面向工厂 面向农村 面向学校 根据这个要求 中国科学院开始派遣科研人员到基层 吴文俊以前当过中学老师 领导建议他去中学教书 但他那时喜欢上了动手 主动要求去工厂参加劳动 这是一张当时拍照的照片 吴文俊去工厂前在家做准备 我们家有一个石斗厨 十个抽屉的柜子 我父亲这是拿了一个改锥 他是好奇这个半导体 所以他正在想办法把这个半导体拆掉 吴文俊下放的地方是北京无线电一厂 这是他当年写的一张纸条 上面的名字就是他工厂的同事 那时北京无线电一厂正在制造计算机 正是在与他们一起工作的时候 吴文俊第一次看到了计算机 当他看到技术人员在计算机上输几个数 按几个键 一个微分方程的解合曲线就出现时 感到非常震惊 他觉察到了计算机的巨大威力 计算机就是了不起 数学家必须懂得计算机 要学会使用计算机 使得计算机在工作里面 能够起到一定准备 文革后期 中科院数学所的一位领导 给吴文俊出了一个主意 你可以去研究一下中国古代数学 吴文俊最开始知道的数学 都是从国外的书上看到的 之后接受研究的也都是西方的数学 对中国古代数学的印象 无非是加减乘除 那么简单 开头我也是看不起的 中国都是古代数学看不起的 所以根本没想到去学 一看就慢慢看出 这个不是像通常想象的那么好的 不知道的 这是中国最古老的一本 天文学和数学著作 周必算经 三国时期一位数学家赵爽 给这本书写著的时候 提出了一个测量太阳高度的想法 并画了一幅日高图 并附有图说 实际是对日高公式的证明 但可惜的是 赵爽原图一诗 证明也找不到了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之前对中国古代数学有偏见的吴文俊 接触后不久 就根据残存的原始信息 成功复原了赵爽的日高图 并补出了日高公式的证明 很快 他发表了第一篇数学史论文 中国古代数学 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 那么他研究中国古代数学 我想首先是 对这个数学的发展 可以说是做了一种正本清源的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 一种一种一种看法 因为因为古代 因为这个国际上通常认为 中国古代的数学是非常的 或者说没有系统的 没有数学没有系统的数学理论 没有系统的数学 对这个数学发展影响不大 那么 吴先生通过他自己的研究呢 他认为 中国的数学跟西方的数学 实际上是数学的两个大的思想 这篇论文的作者 是一位笔名为顾金庸的人 当时有人在中科院数学所的走廊里 碰到吴文俊 并问他 顾金庸是您吧 吴文俊神秘地笑了笑 然后握着拳头 神情严肃地说了一句 准备战斗 逼近花甲之年 吴文俊以战斗的姿态 和科学的热情 古为金庸 亲自深入数学史研究 中国古代数学 激发了吴文俊研究的热情 令他日后成名的机器证明研究 其中的灵感 也来自中国古代数学 吴文俊经济地发现 机械化是贯穿中国古代数学的思想 中国古代数学的特点就是 构造化和机械化 着重于解决实际问题 方法是机械的 跟西方数学的证明不一样 在工厂劳动时 吴文俊见证了计算机的威力 而中国数学给了他重要的启发 1976年的冬天 57岁的吴文俊 开始了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研究 我觉得他跟他的个性也有关系 一个他是属于大致落语型的 他可以调转方向 不是那么固执 国外搞机器证明研究 特别是在美国 在吴文俊研究之前就有人开始做了 20世纪50年代 电子计算机出现后 因为方法复杂 机器证明的想法一直是个空想 为了找到简单直接的方法 吴文俊下了不少功夫 那时候的北京图书馆 吴文俊借变了与机器证明有关的书籍 已尽花甲之年 他依然苦读钻研 功夫不负有心人 1977年吴文俊第一篇 关于机器证明的论文发表 这是机械证明几何定理方法 简要描述的手稿 吴文俊创造性地将一般形式的代数粗 分解为所谓三角列形式 让很多的性质变得非常容易计算 从而使代数几何中的很多重要问题 得到构造性解决 这个方法后来以他的性式 命名为无式方法 吴文俊自我评价是 这一工作将影响到 整个数学研究的方法和途径 也将影响整个数学的思想与认识 但外界对吴文俊的方法反映冷淡 甚至存在争议 机器证明开创了人类利用计算机 进行数学研究的方向 有一些专家却难以接受 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是标新立异 而且还离经叛道 他就责问我 他说外国搞机器证明 都是用数理楼器的 你怎么不用数理楼器 我当然模糊 外国人搞数理楼器 我就非得要数理楼器 外国人搞的我就不搞 外国人不搞了我就搞 这是我基本原则 后来吴文俊应邀赴美国访问 在那里他做了两场 机器证明的报告 引起美国数学家的极大兴趣 那次美国之行 吴文俊向国家申请了 两万元美金 购买一台像样的台式计算机 他要亲自操作 当初在工厂劳动时 见到的景象 在计算机上输了几个数 按了几个键 出现一个微分方程的解合曲线 那时已经60岁的吴文俊 开始学习编写计算机程序 他已成为当时部门中 年龄最大的计算机程序员 华甲之年开始学习计算机编程 这个也是非常难的 我们现在知道编程的都是年轻人 刚毕业的这些年轻人 程序员编程 但我现在60岁开始学习编程 而且当时的编程的工具 也是非常的原始的 这件工作也是非常的艰辛 61岁那年 吴文俊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改革开放的形式 让他很兴奋 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写道 现在党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的革命时期 我国的科学文化也应像政治与经济那样 急需改变几百年的落后面貌 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科学上最先进的国家 作为一个从事科学工作的知识分子 我决心在党的领导下 为这一新的伟大历史任务 刻进棉博 1979年10月 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成立 吴文俊是主要创始人之一 这里的计算机条件有所改善 但仍属于稀缺资源 上机要分配时间 同时还要登记 吴文俊每天早上不到八点 就在机房外等候开门 进入机房后 便开始十多个小时的工作 下班回家吃过晚饭 便开始整理计算机结果 然后再次回到机房 她经常费寝忘食 工作到深夜 她的女儿还记得 凌晨去接父亲回家时的情景 因为走在路上那夜里 非常害怕 又也还昏昏沉沉 还想睡觉 然后往前走的时候 胆战心惊 后来就听到远处 来了一个脚步声 然后最后原来是我爸 就是正好迎面碰上了 那个兴奋吧 高兴得很 经过没日没夜的练习 小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这也是她对中国数学发展的期望 也是自己学术研究不变的信念 走自己的路 不管年纪多大 也勇敢向前 1984年 美国举办了一次全美定理机器学术会议 一名华裔学生周成青 提交了一篇题为 用无方法证明几何定理的论文 他还在现场用电脑演示 短短的十几分钟里 就证明了几百条几何定理 引起一片哗然 无方法的成功 引起了国际数学界极大的关注 两年后 吴文俊应邀前往美国 参加世界数学家大会 并在会上做了一个45分钟的报告 这是一种很高的荣誉 也是中国数学家中 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2001年2月19日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这次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首次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以国家名义 对为科学技术发展 做出结束贡献的科学家 给予最高荣誉奖励 奖金500万元人民币 因在数学机械化领域开拓性贡献 82岁的吴文俊 获得了国家最高荣誉 同时获奖的 还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中国数学界不乏早年成名的优秀人物 但很少有人会像吴文俊那样 再度辉煌 更少有人能像他那样 在晚年开创一个新领域 并再度站在世界领先地位 在领奖时吴文俊称赞原龙平 多才多艺 会跳踢踏舞 但其实吴文俊也是一位老顽童 吴文俊拥有一颗顽童的心 78岁时曾让一条蛇缠绕在自己身上 83岁时曾骑到大象的鼻子上 吴文俊除了喜欢数学 还酷爱读书 看电影和话剧 正是这样的精态 让他能在数学研究的道路上 持续不断地创新 吴文俊在数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 倾注了大量精力 也为复兴中国古代数学文化 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毕生都在探索 中国数学如何走自己的路 2011年 以吴文俊名字命名的 中国人工智能大会召开 吴文俊被尊称为 中国人工智能先驱 他给我们人工智能 以及不仅是中国人工智能 是一个极大宝贵的财富 以对世界人工智能的发展 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是吴文俊97岁时的生活影像 那时他跟自己的儿子 生活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公寓里 晚年的生活轻松而平静 现在您一天怎么 您会去锻炼走走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在家里看小说了 看什么小说 现在是看一本讲这个日本人 站立北平的时候的情况 历史的 讲一本很后的一本 讲那个时的日本人怎么样 那个是北平的人怎么样 怎么样在日本人张力底下 够的生活了什么 我想通过他了解一下那个时候的情况 我那个时候在上海了 不在北京 对对 你在上海 我爱人也是上海人 对 上海人 我爱人也是上海人 您现在说话还带有上海的那个口音 我自己不觉得 我们觉得能听得出来 我们觉得能听得出来 吴文俊因病逝世 享年98岁 吴文俊去世两年后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中国智能科学技术的最高奖项 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 举行隆重颁奖仪式 正是吴文俊提出的 用计算机证明几何定理的无方法 成为自动推理领域的里程碑 因为他的开拓性贡献 人工智能得到快速的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闽航校区 有一条与学森路齐名的文俊路 上海交大师生以这样的方式 向这位杰出的校友致敬 2019年5月 纪念吴文俊诞辰一百周年 即数学科学与数学史 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 大会报告环节 聚焦一个主题 吴文俊对拓铺学的伟大固险 法国巴黎第十一大学 奥塞科学学院教授白安雅 还特地带来了他珍藏的 吴文俊在法国出版发行的 博士论文 法国人和中国人都有一样的想法 吴文俊是很伟大的一个数学家 王维克 数学教授 在他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主任的时候 曾与吴文俊有过接触 吴先生这个相处的时候 让你感觉非常的舒服 就像家里的一个长子一样的 但是你跟他谈数学 他那种旺末和他的那种高度 又是一般人不可奇迹 2019年 吴文俊被授予人民科学家 国家荣誉称号 浩瀚的夜空 有一颗国际编号为 第7683号的小行星 经国际天文剧联合会 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 被永久命名为吴文俊星 巨星已经陨落 吴文俊星依然闪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